大家好,我是蔡少 我後面這裡呢,就是 宜蘭的火車站 我們這次出來的旅遊方式 因為我們是坐火車過來嘛 所以來到宜蘭玩的時候 就必須選擇一些交通工具 那這一次我們所選擇的交通工具呢 就是上次在台南有個非常好的體驗 就是我們那次住了阿里巴巴 然後他們給我們很棒的地方就是 租車服務,價格不貴 然後又有很多貼心的服務 那一次呢,他還幫我們送了行李 所以那我印象深刻 我對這家店就都還蠻有印象的 所以,你看看我後面這裡 這家店 阿里巴巴 就是來這邊 所以我們這次在首選的時候呢 也是選選了這家店 那我選擇阿里巴巴呢 我覺得他們有幾個服務是一直讓我覺得很不錯的 第一個領害領害他們的家店 他們有是地方服務一樣 然後電動車阿沒有駕照 如果你是選擇去 小朋友沒有跑到駕照的話 你可以使用電動車 然後他們還有就是 我記得他們上去的時候 他們才會有其中的 所以家店他們一樣也有 然後 所以我覺得最好棒的是這個 我們最怕的啊 就是有時候真的出了什麼事情 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道路救援 然後除了剛剛所謂的寄放行李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隱藏服務 那這也是我在上次開的時候體驗到的 那就是可以行李托運 就是很棒 就可以提早到了 然後你可能很早到一個旅遊店 你沒辦法那麼早就說去飯店啊什麼的 你可以透過行李交給他們 因為有時候你住的地方 跟你所待的位置是不是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很不錯的服務 那這邊其實你看 已經有很多人在放得心他們 待會想請他們幫忙送運送 那這就是我覺得有很棒的服務 這家店呢就讓你們看一下 那你們做個參考 他的位置就在羅東這裡 羅東車站出來這邊 然後我們雖然住在宵溪 可是我們一樣可以在郊西還車 是非常的方便 那這支影片就記得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訂閱會員